香港第一女丑曾穷到买不起房却给内地捐学校,其实她比谁都美。 都知道香港TB从来不缺丑觉,而女丑觉则不惜丑坏自己,来衬托女主角的貌美如花,以此来逗乐观众。 虽然把观众逗乐了,但他们背后心酸却嫌少有人知道。 正是在这样的丑觉中有这样一位,她当了20多年的演员去买不起房子。 她是马蹄鹿,1967年12月6日出生于香港,本名梁明燕。 因为晚间主持交通报告节目《马蹄鹿天使》,因而得到现在的一名。 和玉凤一届参加VJ比赛出身的,后被曾志伟推荐进入了TBB。 刚开始马蹄鹿多一配角出现在荧幕,虽然外貌不突出,但是演技精湛,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马蹄鹿还出演过《鹿顶记》,《喜悦鹿》,《金庄四大才子》,《街大欢喜》,《谈判专家》等电视剧,最新作品是《人生骂戏团》,《凤凰四众奏》,《天机算》,以演配角为主。 马蹄鹿。 马蹄鹿一直免配角和她的长相有关,她有一张大饼脸,下巴很奇怪,像整光容一样,眼睛看住也很便扭,给人不舒服的感觉。 在TBB它是出了名的丑女,但马蹄鹿在TBB的卖命也很出名。 马蹄鹿虽然一直饰演配角,但她却非常敬业,对演技更是精益求精。 前些年,在某次拍戏中,马蹄鹿曾骑驻摩托车坠入深坑,不仅脑袋血流不止,在后期治疗过程中,马蹄鹿因服用大量药物导致短暂失忆,脑袋经常混混沉沉,身体还出现无法控制平衡的副作用。 这样一个丑角,专门靠半丑,还拿到一个大奖,在TBB专门评理的最不受欢迎的演员中,观众最厌恶的角色,马蹄鹿排在第一,于是拿到了一个最厌恶角色演艺奖,马蹄鹿为此还非常开心,感恩。 平心而论,这个奖项从名称上来说并怎么不好听,但马蹄鹿鹿鹿讲师却十分的开心,虽然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奖是他入行后首次获奖,然而更多还是因为他饰演的龟亚美在剧中的人设本就是惹人厌,如今他能得到这个奖项,无疑是观众对他的一种认可。 虽然马蹄鹿本人是这么想的,事实也是这样,但这个奖项之后,他还是无可避免地被定型,走上了女丑的道路,在影视剧中不时被丑化,而他更是有了香港第一女丑之称。 有时候不是你付出努力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,马蹄鹿虽然非常敬业,但他薪资很低。 我们知道香港TVB是出了名的压榨演员,曾经有媒体报道,演员原华每月工资尽量3000港币,还有香港小姐因为TVB薪资过低,只能出来卖鱼蛋维持生计。 这些比较处名的演员薪资都如此低,可想而知作为丑爵的马蹄鹿每个月领到的薪水寥寥无几。 所以马蹄鹿出到多年存款很少,曾经他生病时连3000块都拿不出来。 在接受采访时,马蹄鹿还曾透露,生平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给爸爸买栋房子,虽然他住到20多年,也一直努力但还是让爸爸抱住遗憾去世。 不过,现在马蹄鹿已经和姐姐一起买到了一套小房子和妈妈住在一起,房子虽然很小,但一家人住在一起却非常幸福。 没钱买房的马蹄鹿却有钱给内地某地均了一所学校,并且拒绝用马蹄鹿这个一名给这所学校命名。 一是因为马蹄鹿认为学校是承载孩子梦想的地方,北取一个更加有意义有价值的名字,二则是马蹄鹿自认为自己的名字并没什么好听,而且都说名字代表一个人的运气,他多年来戏红人不红,虽然他并不迷信,但还是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把。 近十年,马蹄鹿反倒是活跃于大荧幕之上,在许多导演中客串出演了角色。 比如在《72家租客》中饰演嫩魔,在《芒探》中,与烈活奶奶鲁芬一起,饰演38婆渡客。 其实就其演技而言,马蹄鹿的却不理当红的明星差,曾经很多明星都夸张过他的演技,比如谷天悦,罗家良,陈小春,陈慧山等等,但是无奈长相就是让他红不起来啊。 1993年,马蹄鹿和酒吧老板Victor结婚,婚姻只维持了三年就宣告终结。 五年之后,他又结识了在哈佛大学工作的研究员兼数学教授Mark Andrea,后来因分隔两地而恋情终结。 之后,马蹄鹿越错越勇,又和40岁出头的德国商人相恋,但由于对方想结婚生女,拍拖了几个月就分手告终。 其实,马蹄鹿虽然说不上是清国清城的佳人,但跟丑字也搭不上边,只是演了太多丑角而已。 他其实长得挺漂亮的,只是不是那种外在设人心魄的美,但尽管如此,他依旧美得不动声色,果然内在美是十分重要的。 希望马蹄鹿可以早日找到自己的心上人,日子也能够越过越好。 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,如有意义请联系删除。